中国加油你们的巴铁兄弟来了 根据九拍新闻的报道 12月20号 一位巴基斯坦友人购买了棉被棉服 方便便水等大量的物资 亲自和妻子驱车 六小时赶赴甘肃临下支援 为受灾的群众加油打气 将爱心送到了每一位 需要帮助的人的身边 引发全国网友的感动点赞 他们用行动证明了 巴铁兄弟绝对不是嘴上说说而已 面对记者的采访他真诚坦言 看到这些孩子们会心疼 中国帮助我们巴基斯坦太多 我们是中国人非常好的兄弟 我们非常愿意去帮忙 能力虽小能帮则帮 据悉这位巴基斯坦的友人名叫萨米 是名木匠定居青海西林 在中国已经生活了近20年 哪里需要帮忙他都会尽一份力 此前他还曾持缘重庆山火 河南水灾期间 也曾经第一时间向相关的机构捐款 并且发动了自己远在巴基斯坦的朋友 积极为受灾的地区捐款 我们不得不说 这就是患难见真情的真兄弟 有一种国际友谊叫做中巴友好 建交70多年国际风云变化 友谊始终坚如磐石 中巴兄弟我们继续山场水远